大家好 我说了这个印度的这个火星项目 和美国这个火星项目 所以呢大家也就知道 印度人去这个火星也是需要美国人帮忙的 也就是说需要用美国人的这个 这两个通讯的这个行星 否则的话 这个直接从火星那发过来的信号 在地球上这个是接收会有困难 因为太远吧 这个信号这个强度啊 它就逐渐的这个衰减 以这个距离的这个 这个平方的这个 就跟地心引力一样 我们三维空间吧 所以就一平方 二维空间就是一次方 四维空间就是三次方 这种速度来来这个衰减 所以需要需要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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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计 那么我说这个印度的这些个航天项目和美国人有关系 甚至于美国人就在里边插手 而且而且印度需要美国人帮忙 而且这个帮忙还是非常关键的帮忙 这个我也不是完全空穴来风啊 我给大家讲一讲印度的这个这个原子弹的故事吧 印度原子弹的故事呢 是一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玩的故事 哎呀 这个这个因为因为我我本来这个我也不想做准备啊 我搜了搜了一下日子 这个我们大家熟悉的呢 这个这个印度的这个这个这个核试验呢 是是是最近的 是这个一大概是属于还是在还是在是二十二十世纪 但是但是接近二十一世纪了 一九九几年他他一下试验了好几个 然后呢 这个这个这个是我们大家大家一般都都都都有印象 而且而且美国人还装模作样的还还制裁了他几年 但是呢 这个印度啊 好多年前就号称 做过呃核试验了 我搜了一下那个日期啊 是七四年 七四年五月十八号 大家记住啊 五月十八号五月记不记住好像关系不大 十八号比较重要 因为这个后边要说 五月十八号 一九七四年 印度做了一个核试验 这个核试验还取了个很有趣的名字 叫做孝佛 英文就是smiling Buddha 啊 然后当然了 印度这个举国欢腾啊 那个就不用说了 七四年做完之后呢 就就没有这个在做了 这个也有点像这个这个郑和下西洋啊 下完之后就不下了 也有点像阿波罗去裸奔月亮啊 裸完了奔了之后就也就不去了 但是呢 这个一直到了这个 我搜了一下的日子啊 一直到了1998年 从七四年算的话 就是24年 24年以后呢 还是五月份 五月份呢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跟那个十八号呢 也挺接近 是从十一号到十三号 当然了 十一十三 这个这个 虽然是一二三三天 但是呢 他做做事情的那个区间啊 是是四十八小时之内 所以呢 是两天 两天呢 进行了五次核实验 五次核实验呢 这个 头一天进行了 看一下啊 我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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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搜的这些数 我反正也记不在这个 头一天进行了两次吧 第二天进行了三次 一共一共一共进行了五次 所以呢 如果他们以前的那个孝佛 那个核实验是真的话 那么 那么 印度这个 这个核实验一共 满打满算是六次 但是呢 这个孝佛呀 他第一次实验以后 停了二十几年 然后光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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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在两天之内就整了五次实验 这个 这个在工程上 不要说在工程上说不过去了 在这个科研上也说不过去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还是实验啊 你这还是自己的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而 而不是你的第一百多少次或者多少多少次 你的头几次实验是你学习的机会 所以作为学习的机会来讲比比比如说一千多少次一百多少次要重要的多你每一次核实验你头几次 你都有很多东西要学 然后呢根据你目前学到东西你再设计下一次的实验 然后呢一次比一次这个这个这个学的东西再多一点 有地放尸吗 做实验都是有目的的吗 你一下整五个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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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啥呢 所以啊 我猜呢 印度的第一次核实验那就是个假的 然后呢他就没有力量再做了 可是呢 直到了这个1998年1998年5月11号和13号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美国人想做核实验 连续做几次 对美国人来讲是有意义的 因为啥呢 因为他已经掌握了很多了吗 他不是头几次吗 所以他可以他设计五个实验都可以做到有地方是 都可以做到这个这个这个有针对性的这这这五个实验 印度人不可能的 网好了说这是他的第二和第六次实验 网坏了说那这就是就是他的第一次核和第五次实验 你的第一次核第五次你你你你邦邦邦邦 两天之内就炸光了 你这个学习的这个这个效率也太低了吧 所以呢 美印度的这五次核实验完全是是美国人做的 美国人想学需要学五个东西 但是呢 美国人自己已经已经不做了 至少在美国本土 已经不做了 或者说在美国的这个 一些这个这个 当然了 岛屿上现在已经不许做了 海洋也不许做 这个只能做地下核实验 所以呢 印度就提供了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机会吧 给美国人啊 现在说这个日期的问题啊 这个特别有趣啊 那个效佛 那个smiling Buddha 那个印度的第一次核实验 我认为那个不是核实验啊 那个是个失败的核实验或者说 失败的核实验我也会做 哈哈哈哈我我我做一次饭我就成 我就说他是失败的核实验 那个是个是个是个失败的 或者是个假的 这个特别有趣 第二次的实验呢 是在5月11号到13号 第一次的效佛smiling Buddha 是5月18号 如果大家记得的话 这两个日子 差了五天 或者说大约吧 差了一个星期 非常有趣的是什么呢 中国没有这么一个节日 叫技术节也好 叫科学节也好 叫科技节也好 就是以用科技来作为一个节日 这么件事情 中国人没有这玩意儿 印度有 印度的这个科技节 是哪一天呢 如果大家想象哈 如果那个smiling Buddha 那个核实验是个是个真的的话 他就应该用那个日子 5月18号 但是呢 印度的这个科技节是5月13号 叫 哦对了 应该叫技术节 叫这个national technology day 印度的这个技术节 是5月 哦不是5月13号 5月11号 也就是说什么呢 这个5月11号 是1998年的5月11号 而不是1974年 那个5月 那个5月 哈哈哈哈 当然了 那个5月18号 也那个那个不在那个玩 是这也就说明那个那个核实验是假的 我猜啊 就差一星期啊 我猜 印度人也求过美国 说是咱把这个核实验整到这个 推迟一星期 整到这个5月18号吧 这样一来的话呢 虽然这个这个科技节的这个5月18号 是1998年 但是呢 因为刚好和那个smiling boo的那个1974年的 5月18号重合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大家就少至少少一个理由吧 怀疑他那个 1974年那个5月18号的那个校佛 那个smiling boo的是假的 但是我猜啊 美国人他们要件要的太高 哦 以至于印度不得不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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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不得出这个钱 然后呢 这个这个实验呢 就在这个5月18号之前 一个星期一做 然后美国的这个 然后美国的这个 印度的这个这个这个技术节 就在 5月11号 哈哈 是这个1998年的5月11号 而不是这个 他们所谓的第一次核实验 这个校佛这个smiling Buddha的 那个5月 1974年的5月 不是那个5月 你看好玩吧 你看好玩吧 好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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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